富人每年都会把丈夫坟头的树砍掉 可儿子还是穷得只能靠捡牛粪为生 无意间捡到一个聚宝盆 本以为就此会过上富人的生活 可天不随人意 算命先生却告知 只剩下一天的时间可活了 天佑只好难过地将这一消息告诉母亲 母亲听后很是心痛 对着桌上的聚宝盆说 要是没有儿子 那么我有再多的钱也是白搭 随后直接将聚宝盆扔了出去 就在这时阿兰带着好消息前来 说只要把天佑的八字放到聚宝盆中烧掉 那么就可以保住天佑的性命 这一切刚好被门外阿兰哥哥听到 捡起地上的聚宝盆撒腿就跑 等天佑几人出来寻找时 却怎么也找不到 而阿兰哥哥这边得到聚宝盆后 高兴得合不拢嘴 心想这下自己要变成当地首富了 赶紧拿来一个橘子尝试聚宝盆的魔力 可没想到放进去以后 却什么反应也没有 想到天佑之前变出过番薯 于是又放了两个进去 可还是没有变出更多的番薯 不信邪的他又掏出几个铜板 想再试一次 而这时盆里突然出现一个怪物 差点把男人送上西天 这一幕恰巧被回来的妹妹看见 一听哥哥说盆子里变出一个妖怪 赶紧上前拿起聚宝盆 开心地大笑起来 说这下天佑有救了 拿着聚宝盆就准备离开 门外的哥哥一把将她拦下 询问小妹这才得知聚宝盆已经任天佑为主人了 天佑甚至会从此走大运 等妹妹走后 阿兰哥很是嫉妒 生怕到时候天佑比自己有钱 突然想起扫墓那天听到的对话 这桥子如果突然变起来 那桥金就在顶着没什么顶 这样叫做桥金顶关 人家的风水生在说 如果去那桥起来 对家孙子吃不好 还会摆着呢 哦 感觉那桥子做掉 他真的改变风水 哼 他会作文 我偏偏没作文 于是拿上家伙来到天佑的祖坟前 准备破了天佑家的风水 男人将一棵参天大树 种到妹夫祖坟上 试图破坏妹夫家的风水 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自己这一举动 反倒为天佑父亲的猪龙穴 种了一棵橙梁树 激活了猪龙穴的大好风水 而另一边 天佑也拿起自己的八字 放进聚宝盆中烧掉 因此成功保住了自己的性命 随后天佑去大户人家想借完米 可没想到却遭到副少爷的嘲讽 说他有红薯吃就很不错了 还想要借米 甚至嘲讽天佑和他母亲都是乞丐 天佑气愤的放出狠话 将来自己有钱 一定要施舍你一斗米 施魂落魄的天佑没办法 只好厚着脸皮到处借米 可没人相信他能还得起 死活不借给他 甚至将米撒到地上 让他跟小鸡比赛十米 天佑忍住脾气道谢村民 回家后 他将自己借来的一小口米 倒入聚宝盆中 没想到聚宝盆里接连发生变化 没一会儿功夫就冒出了一大盆米 这把母子俩都高兴坏了 就这样有了聚宝盆的加持 天佑做起了大米生意 甚至故意将价格压低 做起了五本买卖 导致同行全部关门大吉 随后天佑又将同行的米铺全部收购 就这样真正成为了赖半截 甚至取到了自己一直喜欢的阿兰 可没想到阿兰自从嫁给多金的天佑后 却反倒不开心了 整天闷闷不乐 尽管天佑为妻子请了无数郎中 却丝毫没有任何作用 阿兰依旧是郁郁寡欢 有钱后的天佑觉得自己如今那么有钱 可以搞定一切 于是就在街上贴下告示 只要有人能要阿兰笑起来 多少钱都不是问题 直到当初那位算命先生的出现 这才改变了现状 先生表示这次是专程为阿兰而来 就在这时天佑开口道 只要能治好阿兰 要多少钱随便开价就是 这让先生很是无语 你现在满脑子都是钱 丝毫没有在乎过你母亲和妻子的感受 对待需要帮助的村民也是冷酷无情 以前贫穷的你心地善良 如今却是这副德行 天佑不耐烦地问先生 到底有没有方法治疗好阿兰 先生让天佑仔细想一想 是什么让你能够有今天的成就 天佑说自从有了聚宝盆 钱倒是有了很多 但阿兰却不爱笑了 自己过得并不快乐 先生说到只要你能把聚宝盆砸掉 那么阿兰的病自然就会痊愈了 天佑听后如梦出息 直接将聚宝盆摔碎 阿兰看到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先生也是十分欣慰 天佑能为爱放弃聚宝盆 随后先生告知天佑 心存慈善懂得施斋 这才能真正的快乐下去 随后便准备离开了 天佑母亲却叫住了先生 说感觉先生很是面熟 而天佑也打量了一番 突然想起当初他捡牛粪路过土地庙时 发现土地公的雕像倒在了地上 善良的他随手就将雕像捡起放了回去 就是这样一个无心之举 才造就了他今日的福报 就这样天佑重新回到了善良的本性 到处救济贫苦人家 村民们也因此对他们很是尊重 从此一家人过上了幸福开心的生活 这就是心存善念中有好报